3倍券 什麼是三倍券呀? 咦,哇,你太誇張了 這就是現在政府的新兵政策 虧你還跟我們種種同意 你居然不知道 廢話少說 還不快告訴我什麼是三倍券 別急啦 三倍券主要是為了解決疫情 所造成的經濟蕭條 那它的功能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 就是把一千元變成三千元 這麼好東西 我們還趕快去領 別急,別急,別急 它是在7月1號開始預訂 7月15號開始領取 運氣好的,裝低收入戶 還可以不用錢 就可以直接能到三千元 還有哪些地方 不能使用三倍券嗎? 第一個,不能繳順 第二個,不能繳信用卡狀單 第三個,不能繳水費以及電費 如果還有關於其他正經券的英文 你可以撥打1988 不要再問我了啦 很煩耶 你從清朝來的怎麼那麼懂啊? 這不是重點啊 現在的重點是 來幫大家整理一下有關於正經券的重點吧 OK 疫情逐漸退燒 各政府單位都加碼 推出各式各樣的正經券 希望促使大家趕快出門消費 像是三倍券 國旅輔助 義販券 農油券 這麼多種類 到底要怎麼使用呢? 如果你上述的券子都拿到的話 那你最高擁有7150的優惠 上面這個圖就是三倍券的樣子 何種人具有領取的資格呢? 像是不限年紀的中華民國國籍擁有者 在2020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新生兒 具有居留權的外籍配偶皆可領取 領取的方式有哪些呢? 第一種 你可以使用實體的三倍券 第二種 將你的電子支付工具綁定 例如信用卡、電子票證、行動支付 就可以進行三倍券的消費 電商網購不適用 只有政府指定的某些電商才可以使用哦 繳稅、繳罰單、規費、保單、股票、國民年金、信用卡都不適用哦 還有很多不適用的範圍 今天先講到這 如果有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訂閱按讚加分享呦 請訂閱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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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